急診醫師忙進忙出 何時間搶命 整間內主治醫師 滿滿病患 一課也不得閒 社會普遍認為 當醫師像是捧金飯碗 但是要買1.2億豪宅 在職醫師說 就算兩個醫師加起來 也非常難 公立醫院一般 以像我們這種小醫生來看 其實大概薪水 會是私立醫院醫師的 或許一半 或者是三分之二左右 柯文哲和陳佩琪 就是公立體系醫院出身 無心態評估 而科醫師跟重症家戶醫學醫師 薪水調整幅度彈性小 尤其在聯醫體系的醫師看來 也直言不可能 另外蘇伊峰醫師也在臉書感嘆 這一代大科醫師 在醫院工作一輩子 單靠領薪水 根本是不可能買1.2億房子 從醫後除非是從政 經商或者是貸貨賺錢 不然根本不可能發大財 而台大名施錦中 更透露身邊的醫師夫妻黨 也曾想去看地保 卻是直接被洗臉 在這裡工作30年 在這裡工作30年要買個1億的房子 說不是很難 這個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啦 柯文哲對外說買上衣豪宅不是難事 現職醫師紛紛跳出來打臉 工作一輩子還沒看過有誰辦得到 三星王神EQB生代表參目的 谢谢观看